中国的这种稀土呢 应该说质量好 数量多成本比较低 所以说发达国家呢 主要是进口 很多国家就是发达国家 都进口中国的稀土 作为主要的来源 对这些问题呢 所以说中国呢 就是下一步呢 就是要就是进一步加强 这种稀土产业的统筹 规划管理 推进这种有序开发 实现可持续发展 造福中国人民 也造福世界人民 我们也必须指出的是呢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国家 一些企业 利用我们的稀土资源 那么生产产品 生产一些高科技产品 来遏制甚至打压我们 那么我想呢 这样呢也会极大 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及美国给中国人民的感情 uję 扩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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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上